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Vicky好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来看内地和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中午收市全线向下 上证综合指数跌39点报3293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179点报13477点 户心300跌51点报4663点 创业品指数跌10点报2758点 恒指方面今天中午收报25151点 升93点 国企指数升27点报1270点 内地股市成交由829亿 这个环节由Samuel做嘉宾 HelloSamuel 你好 HelloVicky 昨天有一个消息说 美国要求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三天内关闭 令到市场都担心中美的关系恶化 昨天美市的时候就要跌六八点 不过今天港股也站稳一点 早上也升得多一点 不过曾经都一度倒跌 但暂时在中午收市前都可以升九十几点 看回一些强势股份 好像美团、腾讯、阿里巴巴 其实都站稳不少 现在是一个买入机会 还是大家都要就着这个消息 小心一点 暂时你说 如果可以有条件去分住吸纳的话 在这些位置 是可以试试捞第一阵 但是你说 是否完全没有机会 继续再跌多一点 那又未必 暂时来看市场 你会见到昨晚 美股相对来说的反应 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面消息 他们那方面主要都是在炒 你说可能美国政府都有一连串的救市行动 和你说一些疫苗的消息 就令到美股方面就叫做没有跌得那么多 同时间也是说中国方面 曾经你说可能官媒都提到 如果你说驻美的大使馆要被人撤出 都会叫做有一些强烈的反制措施出来 但是暂时来看市场 就未叫做见到有这类型的消息出来 所以双方的关系暂时 就未叫做有进一步的恶化 不排除你说中国之后才叫做推出一些行动 都不出奇的 那这样就有机会令到市场 有机会叫做再向下 但目前来看 未有一些叫做很强烈的反制措施的话 可能市场就会叫做顺势 炒一炒 起码叫做 轻轻地炒一炒 就要把技术性反弹先 所以未来你说可能这一两天 会叫做比较关键一点 就要看下 中国是不是真的会叫做 没有一些太强烈的反应出来 如果你说暂时都是风平浪静的 那我相信市场的气氛 有机会叫做慢慢 当市场站得稳定一点 就开始炒回最近期的新经济股 或者那些科网股 那这一样东西 大家可以叫做小心一点 但是现在暂时来看 如果你对比起昨天的收市价 已经叫做回套 之前因应整个恒生科技指数的所有升幅 那这些水平又不算是太贵 那要留意的话 就是有机会需要分注入来 那你说看回 如果你刚才提到那些负面因素 真的叫做发生了的话 有机会真的叫做再去多 下多一阵都不出奇的 那向下望 我觉得比较稳定一点的支持位 都有机会是叫做看回 那条五十天线 就是可能之前说到 整个六月在炒回横区间的中组位置 也都是之前一轮大升浪之前的低位水平 那就是说24,600点 和现在就不是真的差很远 都是叫做差五六八点左右 所以有机会 如果你说可能刚才提到一些负面消息出来 有机会叫震一阵再去那些位置 有机会在那时候才考虑留第二枕 好啊 看回今天虽然市不是升很多 但是当中瑞昇也是升幅比较大 中央收市前升一乘二 看到瑞昇也有消息 就是旗下的工学业务 也引入小米、OPPO等的战略投资者 看到其实大行 普遍大行对于这个消息的看法都挺正面 瑞昇更加将它的目标价提升到66.4 其实今次这么多个战略投资者 四个战略投资者的增资 会不会对于瑞昇的看法也更加乐观呢 暂时也是 始终你说可能 瑞昇在光学这个发展业务方面 相对来说都仍是比较落后一点 而且你说target那些客户 都是以一些中低端的机款为主 所以如果你说 可能真的弄回刚刚好一些国内的手机 刚刚开始叫做崛起的话 有机会可以 你说可能他们自己做协同效应 或者是弹一些单给他 都不出奇 我觉得你说这个正面效果 就多过这个普通的用资渠道 你说今次都是集资了 你说大概十几亿左右 其实又不算是一些很突出的问题 纯粹你说大家都叫做冲景住 未来如果你说小麦和Ovo 都有机会是叫做 拿到他们那些设备 或者叫做给了一些订单 订单的话 有机会可以在这一方面 就是你说可能 中端方面的机型订单 有机会认为高一点 但是要留意 这类型的手机股 其实过往来说 在一堆的方网股的表现里面 都算是叫做跑输一折 基于他们自己做的那类型的产品 那个无利率方面 都仍然是叫做比较低一点 如果你说未来说 未是叫做有一些很突破性的进展 纯粹你说扩大产能的话 在margin方面 不会有一些太大的改善 变成如果你说 在这些位置 才叫做去考虑追的话 我觉得都会叫做有少少迟 始终之前 你说去到65元至67元 那些位置 我都觉得是顶 剩下这几元就看下 你叫做肯不肯去博 如果你说都仍然叫做可以肯博 就看之前可能高位那些位置 大概65元左右 看看会不会有些少的压力 基于他现在的股值上 不算是叫做有太大的review空间 如果你说市场都是要震荡 那我觉得你说科目股里面 跌得比较金一点的 都仍然有机会是距离 所以这一宗消息暂时 就叫做反映了七七八八 你说单日都叫做升了一成多 再去追上升的空间 会叫做比较少些 需要叫做控制下一个注码 好啊 谢谢Samuel这么长征的分析 和你新闻回去 不要持有以上提报股份 不要持有的 好 谢谢 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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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